格拉伊甚至来说 你要嘛你就是废弃 废除台独党 对 叫他冻结 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邓金德他完全不提这个部分 而且他甚至说 他跟蔡英文一样 就是要维持现状和平 但看起来恐怕不是这样 一过去他治理台能状况 蓝铁东野状况 还有民进党的这个习性 嘴上说不实际上是会做 是吗 因为这个连美国都看出来 所以他们智库里头 就有提到在文章中就提到咯 说台湾也应该避免 潜在的挑衅的行动 包括什么举行公投 以更改其正式的国号 或者是修改领土 局限到排除中国大陆 局限到台澎金嘛 这些都是表明要宣布独立 所以你不要说美国人看不懂啊 他我们就预测 如果戴金德正的当选 而且格莱伊他们也认为 他当选的机会很大 所以就建议他当选后 应该要赶快的冻结台独党纲 他就可以达到用视线台独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达成他的政治目标 备战才能止战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实则毫不相干 我们除了备战 更应该为任何和平的机会来努力 厘清彼此错误的理解 这才是必战真正的解方 这政客的 所观的是把你整理理解了 不可能我们党党的 协助和资产 我们要来推动去探求 序话都不能接受的 美国所谓的青年 向来没有带来恶主与防卫 只为他们所经验的地区 带来无休止的灾难 台湾一些无良政客 要让我们的孩子上战场 却把自己的子孙送到了国内 这些无良政客 早已被好 他们知道 但我们的人民 因为我们的孩子 在战口下 能去哪里呢 两岸和平 两岸和平 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 台湾不断地有人在 吹捧战争的好处 甚至要召唤战争的来临 这是因为在台湾 战争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啊 有人说 被战才能止战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实则毫不相干 俄乌战争跟以哈冲突 乌克兰拥有欧洲第三强的陆军 但是原来发生了俄乌战争 以色列更是全民皆兵 比起哈马斯拥有更优秀的军队 更精良的武器 这样全力备战 以色列人没有逃过 被袭击的可能 美军是世界上最强的军队 美国也遭受了911的恐怖攻击 由此可见 被战并不能够完全的止战 所以我们不应该放弃其他能够避战的方法 美Pale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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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该放弃其他能够避战的 他们已经犯了人家的法律 人家的法律 杰倫佛的法律 已经认为我们不应该放弃其他能够避战的 不应该放弃其他能够避战的 美国不但不听人权 也不听领主 军火烧数前数到手软 但是每五个美国儿童就有一个面临饥饿 美国顶端政客财团军火烧 连自己国家的人民都不照顾了 他们为什么会保护台湾 任何战争打到后来都还是一样要谈 只是你要有智慧的避免战争发生 直接先谈 还是说按照军火商政客的规划 让战争发生 死很多人 国家变成断元残避之后再来谈 我们已经备战了几十年 但两岸之间也和平了几十年 我们觉得和平是可以追求的 没有到和平的道路 和平本身才是道路 我们一定要坚持战争 不可以是解决任何纷争的一个手段 没有避免不了战争 只有不愿争取的和平 美国虽然他国家债务急剧恶化 美国更需要发动一场战争 以便对外促进决论 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 台湾正面临一场 以中国大陆爆发战争的风险 战争一旦爆发 破例的是北国 遭殃是台湾的 港湾公平 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 我担心的是 这个赖清德的台独路线 你说一定会实行 会 而且会跳过国会的监督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图档 他要追求台湾独立的路线图 其实是昭然若揭的 我们不知道他们谋划了多久 但是从今年的2月 他其实就透过了黄帝颖 直指我们高雄市有一个国陪案 他说高雄的地院是违宪的 那在5月18号的时候 郑云鹏还在立法院 指责法官用错过时的法令 要求要兼蔽亲也 然后5月24号的时候呢 行政院还跨部会的幕僚会议 用行政院秘书长函 大家应该还知道 就是通令来解释 大陆地区人民是不具有 中华民国国籍的 那如果与这些解释相反的 一律要停止试用 那到7月19号的时候 民进党还邀请了这个姚立敏 副教授到他们中央党部去说明 如何以中华民国宪法的第二条 第三条来解释中华民国的主权 只属于台澎金马2300万人 那在7月27号 8月15号的时候 还有到10月初 这几这三两三个月 赖金德是没有特别的 就是特别强调他要独立的路线 但是在11月10号 我们知道他们长期以来 就是在这一天偷渡成为 台湾National Day 这大家都知道 很巧的是在11月3号的时候 就遭到揭露了民众党 他要你提名一位 这个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他本身是一位陆吉佩 那在11月6号的时候 陆委会就发布了新闻稿 还跃全解释说 陆佩你没有上市中原来的国籍之前 你具有外国国籍啊 那这不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他是另外一个国要放弃国 那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个国 那不是一边一国 一边一个中国 还是一中一台呢 就留下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 对 然后在11月23号的时候 陆委会的主委邱泰山 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拥有我国身份证的陆佩 还是要依中国的国籍法 放弃原来的国籍啦 那11月30号 我们这个很清台的 这个美国的智库 葛来仪和他的同僚 在外交事务发表了一篇文章 难道美国人会看不出来你 赖金德想要独立的路径图吗 他其实是想要透过 用这个法理台独的方式 用大法官来解释宪法的方式 不会改国号 但是实质上达到 视线台独的目标 他怎么视线 姚立明在7月19号的 民进党中常会都已经讲清楚了 他用中华民国第二 中华民国宪法第二条跟第三条 他可以把它解释称 中华民国的主权 只属于台澎金马 两千三百五十万人 如果不改国号 就是两个中国 对不对 这个中华民国的主权 只台澎金马 那另外大陆地方 他们现在透过陆配的 这个国籍的解释就说 有啊 那边有另外一国啊 陆委会以前从来不承认 中国大陆具有国籍法的效力 这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我们两岸只有户籍之别 没有国籍的差别 一直到今年的11月6号 陆委会发了新闻稿 大家去看 才做了跟以前所有的解释 其实统统不一样 这个解释一旦被 这个赖清德提名的大法官 说不定其中有一个 就叫做姚立民 哦 姚立民是未来 可能的大法官人选 7月19号他就先跟你讲啦 就是跟所有的民进党的 中常委讲啦 而且还让赖清德高度赞赏 哦 所以只要用中华民国宪法 本文的第二条跟第三条 就可以把两个主权切割开来 就变成实际上务实的台独 没有改国号的话 就是说他跟美国 只有保证我不改国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个中国啊 对 一边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边叫做中华民国 那就变成实质的两个中国 是 未来如果还有机会改个国号 就变一中一台的一边一国 天哪好可怕 我要是大陆啊 我就飞弹就过来了 是啊 这是底线耶 他怎么是不是 他怎么会是和平的爱好者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 大家美国都看出来 这个会引起中美 不得不面对战争啊 因为我们的大法官只有15个 所以他手头上可以提名7个 他就可以直接跳过国会 所以民进党在国会过不过半 对他来讲 这一个路线都可以执行 没有人拦得住 拿他没办法 只有我们的选民在1月13号的投票 是最后一次拦住的机会 错过了 一定要拦住这个迈向战争的火车头 大家要帮忙下车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宇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肥泡泡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元 德国专利招元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巴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a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